今天我想介紹Electricity 先介紹一些很基本的東西 先拿出Nox Electric charge分開剩兩種 大家也知道有剩兩種東西 我們要引擎的東西 就是要摩擦一些東西 透過摩擦過程中 就能夠令到一些東西 電子有所移動 亦都產生了電荷的出現 Induction Induction 就是我們拿一個有充電的東西 放在一個沒有充電的東西 有充電的東西就會令到一個沒有充電的東西 出現了某方面的充電 就是靠它分別 例如給一個例子 例如這裡放了兩個波 有兩個波 這邊就是一個靜的波 這邊就是一個Neutral的波 就會產生一個負的引擎電 靜的就是這邊 產生了這種效果 這就是Induction 之後就有Earthing Earthing 我們知道是跟地球有關的 當我們用手指或金屬物件 拿一個有叉去接向地面 我們會發現這東西會變成Neutral 當然如果有一部 可能是像你的Case 當你Earthing 這個東西 就是這裡 等等 等等 這裡 這裡有一個靜 這裡有一個負 這裡有一個負 這裡把Earthing 之後 它就發現這裡的充電 變成Neutral 這裡因為有一些靜 所以就發現這裡是留在這裡 所以Earthing 用充電的充電 就發現這裡的方法 好 下一個東西 就是Fill License Fill License 不需要多說 增就出 負就入 其他東西都給你了 後面有些Remask 大家看看 好 最重要的是 這個電 就是那三個Terms Current Voltage 和Resistance 逐個Term 第一個 就是Current Current 我們通常用I來簡稱 用I來簡稱 就是 A Flow of Electrons 就是一個電子的流動 電子的流動 單位就是Ampere 一個Ampere 我也說過多次了 就是代表一個Current 的Charge Flow through 一個Point 就每一秒 那麼多 你可以理解一個Current 一個單位 一個Current 就是這個 六成十 十八次方 那麼多的Electrons 這是一個單位 一個電子 一個A的電流 就只有一個C 那麼多的電子 一秒內流過 一個Point 這個就是Current 這個 第二個 Voltage Voltage 小心 Voltage 先說了Voltage 最簡單的 就是Energy of Electrons 或者Push 一個V 就等於一個Joules per Coulomb 然後再來 有三種 第一種 AMF 就是一個Cell 提供出來它的能量 例如 這個Cell 提供出來的能量 每一Current 每一Current 就得到三兆 所以就說 這個Cell AMF 是3V 之後 就是Voltage Voltage 就是在某一個點上 電子所有的能量 例如 Point A 這裡 有3V 就是Voltage 3V 就是說 在這裡 的Electron 每一Current 就有3Jou的能量 第三個 就是Potential Difference Pd 就是簡稱Pd Pd 就是一個有resistant 就是resistor 然後流過它 因為它的resistant 就拿了部份的能量 它拿了部份的能量 因此 因此 就會令到 電子能量 少了 它拿了多少能量 就是它的Potential Difference 就是我們看到這裡 Point A 原本電子 就有3V的能量 但是出來 經過了R 就變成0V 就是說 它拿了3V的能量 就是每Current 就拿了3Jou的能量 所以就說 它的Potential Difference 是3V 你看看這裡 就是說 這個R1 就取去了3Jou的能量 是每一Current 的能量 這裡 這裡就說了Voltage 還有呢 看看下面 這裡就說了 沒有電阻 沒有電阻 Voltage 是不會下降的 即是不會有Potential Difference 第二個 就是電流 記住千萬不會下降 電流 除非有Branch 就是什麼叫Branch 例如 一個Parallel Circuit 這裡出現了一個Branch 就會電流 分度量表 那